那要歌颂 也和我作为 以内的灵敏那要 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高兴 在最近的信息当中 我们听见了几位 生命斑坏的王后 但是在今天信息当中 有一个祭司 他还是很认真 做对的事 做他该做的事 我们今天一起来认真听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主日早晨 可以来敬拜你 主我们知道 每一次的敬拜 都是要向你献上感谢跟感恩 因为我们还有生命气息 可以来赞美你 主谢谢你 开我的耳 开我的心 我要专心来敬拜你 这样同心祷告 奉主的名祈求 Amen 专家的音乐 相抵 想抵 江吶 云体的声点 带酒万民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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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平静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祂创造万物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的盼望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每次看到漂亮的花跟草 壮阔的山跟海 明文老师都会想起这一首赞美诗 心底大声熬热烂的主 我们三角来唱 我是无路上帝 祝人养我的白 天地万米三角映尚 黑漏一段祖恩兵 天地万继续 像无常奉惹水沙 救光迅打海关山 全面一段关灵营港 真爱共亦照ulas 我是無路上帝 逐漸兼我會賣 天地萬彌山甘映寫 黑路依大著名 天地萬彌山 逐漸長大海關山 天地萬彌山 真愛共與佳生 孩子們 我們要常常用感謝的心 來感謝神的恩典 要由我們一心 全心 全人來稱謝祂 我要一心呈現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相愛 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 我要一心呈現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相愛 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 我要歌頌也奉華作為 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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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心呈現祢 我要一心呈現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一心呈現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相愛 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 我要歌頌 我要歌頌也奉華作為 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祢慈愛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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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上 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 与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 来奉献 我们三伙一起来唱 红显的西瓜 我一切都是上帝的 要出浪漫地址 我一切都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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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陪伴 以及带领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祢扶持我 引我向前 主在我喜乐 欢喜快乐的时候 上帝祢也与我同在 主我要献上金钱 献上我的心 还献上我的全人 来回应上帝祢对我们的爱 主谢谢祢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是同心用主耶稣教导 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牙 我们你的名声 你的国内教 你的志在这里 在地里 亲手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寻命我们的孤父 亲手我也有寻命 孤父我们的人 没得带我们日在市 就叫我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关灵 应更 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读经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历代志下 二十二章 第十到十二节 雅哈谢王的母亲 雅他利亚 一听说儿子被杀 就下令猝死 犹大士全家 雅哈谢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妹妹 叫约士巴 她嫁给耶和爷大祭司 约士巴把雅哈谢的 一个儿子 约阿斯 从那些将被杀害的王子中带走 把她和奶妈藏在圣殿的一间寝室里 约士巴藏了约阿斯 救她脱离亚他利亚的手 为被杀害 亚他利亚以太后身份统治期间 约阿斯在圣殿里躲藏了六年 好很开心又来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 那我们这一季是不是已经介绍了很多很多位圣经里面的王后呢 那我们今天也要继续的来介绍圣经里面其中一位王后 那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 记载在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主是信实的 他会使你们坚强 使你们不受那邪恶者的侵害 这算是我们来讨第一的 主是苛刻的 他会让你们坚强 会保守你们脱离那个适合的 我们再来讨一次 主是苛刻的 他会让你们坚强 会保守你们脱离那个适合的 那在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之前呢 想要先来考考大家 还记得我们三个礼拜介绍的王后是哪一位王后吗 答案呢就是耶喜别王后 那你们还记得耶喜别王后是一位好的王后 还是一位不好的王后呢 他呢就是一位不好的王后 因为啊他在当皇后的那个时候 他不只啊禁止人民去信奉上帝 他呢反而非常的热衷于偶像崇拜 那同时呢 他也做了很多上帝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 所以啊他是一位非常不好的王后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王后呢 其实啊也跟这个耶喜别王后有关系哦 今天要介绍的王后叫做亚他利亚王后 好那我们一起说一次 亚他利亚王后 那这个亚他利亚王后呢 他就是耶喜别王后的女儿哦 可是啊他就跟他的妈妈一样 他也非常非常的热衷于敬拜 去崇拜偶像巴黎 我们都知道说身为一个基督徒 崇拜偶像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可是啊这个亚他利亚 他就非常的热衷在崇拜偶像巴黎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做什么样不好的事情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嫁给了约兰王 所以他就成为了这个 犹大国的王后 那在他成为王后之后呢 因为亚他利亚 他是一个非常冷血 非常无情 而且啊非常非常贪心的王后 所以啊他就很喜欢 他想要把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呢 他就叫他的老公约兰王 就跟他说 哎我跟你讲哦 哎你虽然现在是国王 可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小心啊 像你的兄弟 他们一定都在基于你的这个王位 所以啊你管他把他们除掉 这样你才可以好好的保护你这个国王的座位 所以啊你看他就叫他的老公 要把他那些兄弟给除掉 是不是很过分呢 那好更过分的事情是在于说 在他的老公约兰王过世之后 那照理来讲我们都知道说 哎过王过世了 那就会是由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 那他的儿子呢 叫做亚哈谢王 那在亚哈谢王担任国王的期间呢 这个亚他利亚 他依然的非常贪心的 要把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啊虽然亚哈谢是国王 可是啊其实背后在操作这一件事情的 都是这个亚他利亚王后 那更过分的是呢 在亚哈谢过世之后 这里来讲应该又要继续的由亚哈谢的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 可是啊这个时候亚他利亚他虽然下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命令 他就对他的士兵说 我现在下令全部那些有可能继承我们王位的那些 孙子子孙孙你们全部都给我除掉 他竟然下令要他的士兵把那些他全部的子孙 只要是有可能成为这个王位候选人的 他全部都要叫他们把他除掉 你看那些子孙都是他自己的家人 是他自己的小孩 弟的孙子耶 他竟然还狠得下心把这些子孙全部都下令杀掉 他是不是一位非常冷血的王后呢 这都是因为他就是很想要成为这间 这个国家里面最厉害的王 所以啊在他这个下令之后呢 他就因此成为这个犹大国的第七任国王 那在他下令的这段期间呢 有一个小小的baby叫做约阿斯 这个约阿斯啊是一个就是亚哈谢王的小孩 那你看在亚他利亚他下令要杀掉全部的子孙的时候 约阿斯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小baby 那刚出生的小baby他也不可能逃跑啊 因为他才那么小他不会保护自己 然后呢他也不可能对抗亚他利亚 他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上帝他的恩典就在这个期中运行 他就派了一个女生叫做约士巴 这个约士巴呢 他其实啊是亚哈谢王同父义母的妹妹 他就派了约士巴要去保护约阿斯 所以啊约士巴就想说 哎呀他利亚他真的疯了啦 他竟然又把全部的子孙都除掉了 怎么办怎么办 不行 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约阿斯 我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血脉 所以啊他就偷偷的把约阿斯还有他的保姆 就他们把他抢到一间圣殿里面来 因为啊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 亚他利亚他非常非常热衷于偶像崇拜 所以啊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禁止人民 去圣殿里面来信奉上帝的 他就禁止任何人去靠近他 那当然他自己也更不可能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来 因为啊他就只想要去那些庙宇去崇拜偶像巴黎 所以约士巴就想到说 哎我就把约阿斯藏在这个圣殿里面来 那这样亚他利亚他就应该不会发现约阿斯了吧 所以因此啊这个约阿斯他就非常幸运的 他就逃过了一劫 在其他那些皇室成员被杀掉的时候 就只有约阿斯他很幸运的活了下来 那约士巴呢他不是说 哎把约阿斯藏在这边之后就不管他咯 他也知道说亚他利亚他一定会非常的担心 说有人要来篡夺他的王位 所以啊假设有一天 亚他利亚他发现约阿斯还活着的时候 亚他利亚一定又会再一次派人来杀了约阿斯 于是呢约士巴就想说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所以啊他不是说就把约阿斯藏在这个圣殿里面就结束咯 他非常非常小心的保护约阿斯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和他的丈夫也就是祭司耶和耶大 他们呢就很细心的很认真的去教导 带领约阿斯认识上帝 在他约阿斯很小的时候 他就带领着约阿斯去教导约阿斯认识上帝的话语 就像你们现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来教会主日学一样 那约阿斯呢他也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跟你们一样就是听跟上帝有关的故事 认识上帝的话语 因为啊耶和耶大还有约士巴 他们都非常的希望约阿斯可以成为一位上帝所喜悦的国王 那除此之外呢 耶和耶大的同一时间 他还偷偷的去至极了那些想要反抗亚太利亚的人民 他们就跟他说 哎哎哎哎我其实啊有把那个约阿斯给好好的保护起来哦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等待时机 只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让约阿斯重新成为我们犹大国的国王 不能再让约阿塔利亚这样继续肆虐下去了 那他们呢就一直这样等的一直这样等 然后一边细心的照顾约阿斯 一边教导他很多上帝的话语 就这样耐心的等待了七年 在约阿斯七岁的时候 耶和耶大他认为说 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让约阿斯重新成为我们的国王 于是耶和耶大他就带领着约阿斯 还有其他那些他已经偷偷聚集起来的那些百姓们 他们准备要让约阿斯重新成为国王 耶和耶大他就带着约阿斯重新的来到圣殿里面 并且重新封他为犹大国的国王 为他戴上冠冕 那所有的人民都很开心啊 因为他们其实也非常的害怕亚他利亚 我们有说他就是因为非常人血的往后 他都做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 那当然这些人民在他成为国王的这段期间 他们的日子也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于是啊他们就看到约阿斯成为国王之后 他们都超级开心了 就开始说耶耶太好了 就开始很多人都欢呼说 太好了约阿斯终于重回来了 约阿斯重新成为我们的国王了 那些百姓他们都很开心的在那边欢呼 干什么事情 下那些士兵我要去把那个约阿斯给我除掉啊 你们还愣在这边干吗 可是啊我们都知道 其实啊不管是人民还是这些士兵 他们都不想要让亚他利亚继续成为王后了 他们呢是想要让约阿斯重新成为了他们的国王 所以在亚他利亚将下令之后呢 这些士兵没有听亚他利亚的话去除掉约阿斯 反而是把亚他利亚给赶走给除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耶和耶大他重新的又来到约阿斯跟所有的百姓面前 他带领的所有的百姓以及约阿斯与上帝来立约 要让他们重新的成为上帝的子民 他们要让他们重新来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不要再去去祭拜那些偶像了 那在立约之后呢 他们也马上就把那些祭拜巴利 崇拜巴利的那些庙宇给拆了 或者是那些祭坛也全部都打碎掉 也把那些巴利的雕像给统统都毁了 因为他们知道从这一刻起 他们已经重新的与上帝来立约 重新的成为上帝的子民 绝对不要再去祭拜那些偶像了 那你会觉得说 那那个约阿斯真的好幸运哦 要不是有约48保护他 他那个小baby怎么可能会活得下来呢 可是啊其实 这个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在这其中哦 因为呢在很久很久之前 上帝他曾经对大卫王说 我一定会让你的子子孙孙 都成为我们以色列百姓的国王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约48他要保护约阿斯 因为约阿斯他就是大卫王的子孙 正因为上帝的应许在这一 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他成就了 所以才保护了约阿斯让他重新的成为有大国的国王 好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看亚特丽亚女王他是一个多么的冷血的王后啊 他连自己的子孙也要杀害 他一开始呢只是想说他成为王后就好 可是他到后面越来越贪心 他越来越坏越来越冷血 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他都要把他们的性命给夺去 可是啊我们在这样的事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 可以看到说约48他们是多么的有勇气 其实他也知道说他如果被发现说 他偷偷把那个约阿斯给保护下来 你们觉得亚特丽亚他会放过他和耶和耶大吗 一定不会 可是啊约48还有耶和耶大他们都非常有勇气 他们呢不仅保全了大卫的王室也就是约阿斯 更重要的呢还是带领约阿斯去认识上帝的话语 让约阿斯可以成为一位上帝所喜悦的国王 那最后最重要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上帝他曾经与大卫王立约 应许他说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会做王 最后呢这个应许也成就了 所以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险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一定会非常的焦虑 一定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 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 白切的事情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因为啊当我们迫切的祈求 当我们很认真的跟上帝祷告 同时呢就像耶和耶大 还有约48一样他们有果决的行动 他们愿意站出来保护约阿斯 当我们有这样祈求 我们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 上帝他一定会听到我们的祈祷 最后呢也会使他的应许成就 所以啊希望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不要害怕 要学习对上帝有信心 因为他一定会使他的应许成就 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希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参加我们的线上的主日学 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 让我的心常常在你的手中得到眷顾跟照顾 提醒我自己 然然要好好做对的事该做的事 因为上帝你创造我本事美好 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今天的礼拜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相约 下个主日一起来敬拜上帝 平安 拜拜